就是烧热火站在油锅里死的 所以他这是这样的殉难的 那他为什么跟这个捷克有关系呢 是因为捷克呢 就是这边有一个国王 是这个带着皇冠的那个人 他叫娃兹拉夫 他是捷克的圣人和保护神 据史书自己记载 或者是929年 或者是936年 反正这两个年线没有确认好 应该是后来现在呢 大家都说应该是936年 是比较正确的一个日子 9月28日他是让他弟弟杀死的 所以呢 在1929年的9月28日 这个大教堂必须得建完 就是他的一千年的纪念日的时候 这个教堂要盖完的 那么他是那个 为什么呢 因为他去这个也是 是第一个王朝的一天夫妻的孙子 他也是北地板一基督教的 后来他就去罗马 开示神职人员会议的时候 就把圣维特的地骨 要到捷克来 当时就盖了一个原型的小礼拜堂 就当时这个 是在盖什么东西 就盖这个小礼拜堂了 原型的罗马 就在这个位置附近 所以他就把圣维特的地骨 放到了这个小的礼拜堂里面 当时这个教堂呢 只是供贵族们才能去里面听不道的 所以老百姓根本就进不去 那这样就限制了宗教的发展 所以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 盖了一个这样的小礼拜堂 这样的就是中间的面积 已经能容纳六十个人去听不道了 所以很多老百姓已经能接触到宗教了 所以宗教才慢慢地发展起来了 因为这边大门大是后期加盖过来的 所以这个宗教教才能给这个地方开工 就是关于这个 然后这些都是这个建制师 还有一个王朝的一些人物 113、16年的5月14号出生 今年正好是他的七百年的诞成日 他的父亲是杰克第一个王朝的 最后一个秩序的女孩子 然后因为他们家没有男孩子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就就嫁给了卢森保王朝 当时是法国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王朝 的一个国王的亲戚结婚 当时查底斯室的妈妈只有19岁的女孩子 比较能打仗的他具有那个赫西米亚的这个特质 那个时候第一个王朝比较耐出兵打仗 然后把结婚领主当时变得还是很大的 然后呢那个他嫁给了 他的丈夫当时呢才14岁的法国人 他们俩呢生了两个男孩子 老大就是查理四世 就是他建立了查理纳桥查理纳学等等的 我们在叫他 那么他呢是因为那个就是夫妻他们俩 是什么事 我叫他 ich瓶欣 先生 我叫他 是的 如果您的ечerc频 是什么事 那是什么事 他是什么事 是什么事 在这种事 他叫他 当时 我叫他 他叫他 你叫他 你叫他 他叫我 是我的看法 站上屋面 看所有人的面子 正在逛逛的期待